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来了一阵惨叫声 许多居民都被惊醒了 居民探头往窗外看去 只见楼下有两名男子 其中一人已经倒在地上 惨叫声就是他发出来的 看到情况危急 几名胆大的居民冲了出来 行凶者听到动静赶紧逃走了 冲出来的居民发现 倒在地上的人是玉林高中汤老师的大儿子汤咒 此时 汤咒已经倒在血泊中 人是不醒 还没到医院 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警方的尸检报告显示 汤咒是被人用刀刺死的 凶手总共刺了23刀 其中一刀直接刺冲了心脏 我大孩子是我们家的 大学毕业不久 工作在几年 并且恋爱 并且很快就要结婚了 但是 出来就不见了 汤老师的大儿子汤咒当时只有28岁 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几年前谈了个女朋友 出事前正愁备婚礼 没想到惨遭恨祸 那么 谁会如此残忍地将他杀害呢 死者身上的财务没有损失 而且这个人作案时间很短 就是很快就捅了很多刀 捅了以后就跑了 从现场的情况分析的话 就不像是抢劫钦财的这一类 因为他们要财务 而且像是守候在那个地方一定要杀死这个人 因为捅很多很多刀 分析可能是仇杀 或者是有纠纷 有矛盾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 玉林警方围绕着汤咒的生活圈子进行了大量的排查 凶手很快就落网了 当人们听到凶手名字的时候都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凶手名叫蒋伟强 不仅是死者汤咒的高中同班同学 还是最要好的朋友 这是汤咒他们当年的高中毕业照 相片右边的这位就是死者汤咒 左边的是蒋伟强 虽然人们很难相信 可现场的一系列物证和蒋伟强本人的多次共认 此案铁证如山 警方很快就以涉嫌故意杀人等罪名将蒋伟强刑事拘留 那么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在人们期待着一个答案的时候 事情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 案发四个月后 玉林警方将蒋伟强放了出来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问他为什么要杀这个同学这么好的同学 为什么要杀 他就老是都是说 杀达姆 他就是杀达姆 他就是本拉登 我杀他是为了 宁愿做杀人犯 不做千古罪人 玉林警方介绍说 他们将蒋伟强抓获后 审讯时 每当问及他杀人动机时 蒋伟强总是不正面回答 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这个时候 蒋伟强家人找到了警方 声称 蒋伟强很可能患有精神病 蒋伟强的家人说 蒋伟强做案前的9月30日 曾给他妹妹写过一封长达20多页的信 内容十分荒诞 他把自己想象成了是美国的化身 而他的几个同学 则分别被想象成了本拉登 奥马尔等恐怖分子 其中 被害人汤咒被想象成了萨达姆 他之所以杀害汤咒 是为了反恐 既要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 也要取他无罪的证据 既要取他最重的证据 也要取他最轻的证据 也要全面公正客观 是吧 从出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就是觉得有必要对他做个精神病鉴定 为了慎重期见 玉林警方委托广西和广州两家鉴定机构 对蒋伟强进行了精神病方面的鉴定 鉴定结论为 蒋伟强做案时处于发病期 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能力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 没有刑事责任能力 据此 玉林警方就将蒋伟强释放了 世界哪有这样的 杀人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的 虽然玉林警方以精神病人的名义把蒋伟强释放了 但是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能被汤家人所接受 因为蒋伟强和汤咒在此前 他们是好朋友 蒋伟强曾经多次到汤家去玩 汤家人对他都很熟悉 从前从来没有人看出来过 蒋伟强有精神病 这个说法不仅汤家人提出来了 甚至蒋家人自己也说 他们也没有发现过 没有注意到他经常上 或者行动上有什么不正常感觉 没有 没有 移籍的是读书读书 军队道具的 他也很懂事的 都没有的 一个从来没有得过精神病的人 怎么会在杀人之后突然成了精神病呢 汤家人怀疑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但是蒋家人介绍说 虽然先前没有什么更多的征兆 但是蒋伟强患精神病还是有可能的 据蒋家人说 他们家族有精神病史 而精神病是有一定遗传性的 蒋伟强突发精神病并非不可能 蒋伟强被放出来之后 就直接进了精神病院 记者在玉林一家精神病院 确实见到了标有蒋伟强名字的住院牌 蒋伟强的主治医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通过他们的检查 蒋伟强确实是一名偏执行精神病患者 从治疗的角度考虑 他们建议记者最好不要打搅他 有司法坚定 也有医生的诊断 蒋伟强患有精神病似乎是可信的 但是汤家人说 即便蒋伟强真的患有精神病 也不一定就会免于刑事处罚 因为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只有作案时无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才会免于刑事处罚 而汤家人认为 蒋伟强作案时意识很清醒 病人能力 自控能力 十分清楚 汤家人说他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因为据警方介绍 蒋伟强在案发前一个星期 就开始在受害者汤咒家附近蹲守 以便掌握死者汤咒的作息规律 事发当天 受害者汤咒曾三次进出家门 但是蒋伟强考虑到时间过早 路上行人太多 这种事一次就要成功 一直没有下手 直到凌晨两点左右 汤咒从外面吃宵夜回来 已经夜深人静了 他才冲出来 刺死了汤咒 不仅如此 蒋伟强在逃离的路上忽然发现衣服外套上沾满了血 为了不被人们发现 他将外套脱了下来 并将外套和胸戏分别抛弃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案发前 踩点 守候 案发时 知道选择适当的时机下手 案发后 知道躲避侦察人员的追捕 汤家人说 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说明蒋伟强不是一个精神病人 多清醒啊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呢 广西龙泉山医院就是给蒋伟强出去第一份精神病鉴定报告 并认定蒋伟强作案时 无辨认和控制能力的 黄信荣医生是建定小组的三名成员之一 他们是怎样确定 如此清醒的人无辨别和控制能力的呢 我们说的精神病不是说我们女病人什么都不懂 就取决于我们对精神病的理解问题了 黄医生解释说 从常人来看 蒋伟强作案时似乎很清醒 可实际上蒋伟强是一个精神病人 他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在虚幻世界里进行的 而这些行为针对的是恐怖分子萨达姆 而并不是他的同学汤咒 他之所以会蹲守 逃跑 事后又将凶器和外套丢弃 都是出于所谓的反恐的需要 并不是我们常人所理解的意识情形 黄医生这个虚幻世界里的清醒意识并没有被受害者家属汤家人接受 因为有关证据显示 蒋伟强的杀人动机并非完全虚幻 汤家人给我们拿出了蒋伟强的笔录 其中一段 蒋伟强说 我不杀他们 汤咒旁某吴某 他们还要继续伤害我 他们伤害我主要是不支持我和陈某谈恋爱 汤咒还对我说 要我卖冰箱还他的钱 汤家人说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 蒋伟强之所以要杀汤咒主要是因为两件事 一是 死者汤咒等人曾反对过蒋伟强和陈某谈恋爱 另一件 死者汤咒生前曾一笔钱向蒋伟强催债 事后证实 这两件事确实都存在 这是蒋伟强刚才笔录中提到的庞某在公安局做的笔录 庞某说 几年前 蒋伟强曾经追过一个女孩 可是 包括受害者汤咒在内的几个同学都认为蒋伟强和那个女孩不合适 曾进行过劝阻 后来 蒋伟强没有追上那名女孩 因此迁怒于他们和他们断了交 而蒋伟强的家人也表示 蒋伟强确实曾找受害者汤咒借过钱 他已经正式决定以后呢 决定以后呢 汤咒就问了 蒋伟强 那个钱你还是应该还给我 第二次一问 蒋伟强想发脾气 汤家人说 蒋伟强借钱一直没还 汤咒曾多次催要 这让蒋伟强觉得汤咒不够朋友 从蒋伟强笔录中可以看出 他一直耿耿于怀 汤家人认为 这两点现实中的原因 也应该和蒋伟强杀人有关 鉴定机构仅以虚幻的动机作为前提进行分析 有失偏颇 但是 汤家人的这个说法 并没有得到鉴定机构的认同 这个 我们无同考究 因为对方已经死了 鉴定机构认为 汤家人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无法采信 但是 汤家人反驳道 鉴定机构采信蒋伟强的那些风言风语 不也是没有事实依据吗 为何就能采信呢 这不也是偏听偏信吗 汤家人认为 这样的鉴定结论不能让他们信服 除了鉴定结论不能让人信服 更令汤家人伤心的还有蒋家人的态度 出事后 蒋伟强的姐姐曾带着父亲的一封信上门赔罪 这封信中 除了道歉之外 主要内容是希望能够保全蒋伟强的性命 信中说 我已预期时 膝下只有蒋伟强义子 我哀求您 饶恕蒋伟强 挽救他的家人 但是呢 我就对他姐姐讲 他们放在这里 你还是回去吧 毕竟我们当老师的不能够怎么样 人家来到这里 我叫你回去吧 我什么也没有讲 汤家人说 当时他们保持了极大的克制 可事实上 他们是悲痛到了极点 在这种情况下 蒋家人想到的只是保全他们儿子的性命 完全没有顾及汤家失死之痛 而就是这样的道歉 也仅仅只有那么一次 甚至后来蒋伟强被免于刑事处罚 放了出来 蒋家人也没有再以任何方式和他们接触 不管是因为怨恨 还是因为精神失常 自己家的孩子夺去了别人家孩子的生命 而且现在被免于刑事处罚了 作为蒋家人真诚的到汤家上门去道个歉 这是人之常情 甚至可以说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但是蒋家人闻思不动 表现的就这么冷漠 为什么呢 这各种的具体原因 我们无法深知 作为被害人家属 汤家人来说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服的 为此 汤家人坚决要求 有关部门对此案重新进行鉴定 在汤家的坚持下 案发三年多之后 2006年 玉林市检察院决定重启此案 感觉到前面两份鉴定 他对蒋伟强犯罪的动机目的分析 还有个作案过程的分析没有很强劲 玉林市检察院认为 由于此前两份鉴定在蒋伟强作案动机上面忽视了他的现实原因 鉴定结论可能会偏颇 为此 玉林市检察院委托北京市安定医院对蒋伟强进行了重新鉴定 北京市安定医院做出了和前面两份鉴定不一样的结论 北京安定医院认为 无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作案是以虚构的事实为前提 主观上完全不会有恶意 但是蒋伟强自己供述 他在现实中对死者汤咒阻止他谈恋爱 要他还钱很是不满 从这一点来看 蒋伟强作案的动机并非完全都是虚构的 其主观也并非完全没有恶意 和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行情不吻合 北京安定医院继续解释道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 如果单纯只是别人阻止了他谈恋爱和要求他还钱 正常人不会置人于死地 这就说明蒋伟强精神方面确实存在问题 综合这两方面医院得出结论 蒋伟强确实有精神病 但并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 应当承担相应的行事责任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革新教授 欢迎刘老师 刘老师 你看前两次对蒋伟强的司法鉴定的结果是他无辨认和控制能力 后来北京安定医院做出了一个新的鉴定结果是没有完全丧失控制和辨认能力 这结果是不一致的 这怎么理解呢 主要是看鉴定的专家 他是侧纵考虑的一些方面 精神病鉴定比较特殊 他的客观的那些依据比较少 没有什么检查的仪器 没有一些病理指标 对 什么很明确的一个 就跟验血一样 对 所以他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您的意思是这些不同的结论是都可以自圆其说的 对 都可以自圆其说 那就有问题了 我们该相信谁呢 这是这样 如果说没有瑕疵 没有程序上的问题 没有建立依据的问题 那么应该可以相信的 就是说哪个没有问题就可以相信哪个 哦 如果都有问题就都不能相信 还得重新做 一直做到没问题了 就可以相信这个了 第三份鉴定呢 他对比较全面 一个是我们委托的 前面的话呢 那我们双方的当事人都不知道我们委托是哪里 所以这个很客观 首先是很客观啊 第二个呢 他鉴定里面的内容呢 比较详细 对他的动机目的 分析的比较透彻一点 玉林市检察院采信了北京安定医院的鉴定结论 将蒋伟强重新归案 并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2006年11月 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蒋伟强犯有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 事情到了这一步 所有人都认为事情应该告一段落 可是没想到 蒋伟强的家人提出了异议 通过查询 蒋家人发现 北京市安定医院的鉴定资格可能存在问题 司法鉴定机构必是持有审议与司法行政机关准以登记的决定 领及司法鉴定习可证 方不可依法开展司法鉴定活动 原来国家曾经出台规定 要求所有精神病鉴定机构都必须在2005年9月30日之前到当地政府部门登记备案 可是北京市安定医院在2006年4月给蒋伟强做鉴定的时候并没有登记备案 此时距离国家出台规定已有半年之久 蒋家人说北京市安定医院是没有鉴定资格的 鉴定结论无效 事实果真如此吗 玉林市检察院对此进行了调查 他因为他北京那时候还没开展这个登记 所以不是说他不能登记 所以没有开展这个登记 玉林市检察院证实 北京市安定医院给蒋伟强做鉴定时 确实没有到当地政府登记备案 可责任不在医院 原来国家虽然要求精神病鉴定机构应当在2005年9月30日之前登记备案 可是北京地区一直到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6月份才开始这项工作 北京市安定医院在给蒋伟强做鉴定时没有登记也就情有可原了 就是事前他也有资格 事后他也有这个资质 那么这样的话 就应该是他一直都有这个资质 北京市安定医院是国内知名的精神病鉴定机构 早在1997年就取得了精神病鉴定资格 2006年6月北京市政府开展登记备案后 安定医院及时进行了登记备案 玉林市检察院认为 北京市安定医院当时没有登记是有客观原因的 这不影响鉴定结论的权威性 蒋家人对玉林市检察院的解释并不接受 无论是你司法级的工作 忙来不去登记也好 无论你是这个鉴定部门自己忙不去登记也好 你都不能以这个工作守护 来抗计上面的法律规定 法规的规定 他们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 结果广西高院采信了蒋家人的观点 认定北京市安定医院在给蒋北强做鉴定时 没有登记被案 所以鉴定不合法 应当重新组织鉴定 2008年也就是案发6年之后 上海市一家鉴定机构受委托 对蒋伟强进行了第4次精神病鉴定 鉴定结论很快出来了 上海那家鉴定机构认为 死者汤咒等人不支持蒋伟强谈恋爱 即催债虽然都是事实 但没有证据证明这就是蒋伟强作案的动机 蒋伟强杀人动机还应当被认定是虚幻的病理所致 应当认定为无辨认和控制能力 不用承担行事责任 做了4次鉴定 每次结果都不一样 我们怎么应该去理解 前两次做吧 那都是公安机关委托的 这都是合法的 都是对的 但是因为受害人一方提供了一些证据 新的证据 也提出一些疑议 那么再做第三次鉴定也是对的 但第三次按说还行 因为把那个疑议都解决了 但是因为他资格不合法 所以说也不能用 资格不合法的 那就只好还得再重做 因为这里面还有问题 他资格不合法不能用他的 前两个又有疑议 因为证据不够充分 所以这三个都不能用 再做的这个 如果提不出这方面的问题 那就不能再重新做了 2010年10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判决蒋伟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再一次将他释放 这孩子被杀害以后 又得到这样的不公正的一种判决 真是心都冷了 很冷 事情过去八年了 前后做了四次鉴定 行凶者抓了放放了抓 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 让汤家人最大的感受是 精神病鉴定好像没有什么标准 今天可以这样说 明天又可以那样说 这让他们很不服气 目前他们正在寻求申诉的途径 准备申请有关部门再次进行鉴定 而行凶者蒋伟强的家人 也感到疲惫不堪 这个精神病人来开玩笑 来推缠 难道这样的是 激情法律人应该采的态度吗 蒋伟强人表示 他们也希望事情能够尽快有个了结 生活能够尽快平静下来 可现在看来事情一时半会不会有结果 他们不知道事情的癥结到底在哪 对于无辨认和控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司法鉴定 由于他没有客观的生理指标的标准 过程又很复杂 所以他的结论 人的因素就影响很大 很多人就试图从中混水摸鱼 甚至是钻法律的空子 我们希望国家的相关部门能够在这一领域 能够尽快的完善相应的规范 并坚决执行 让正义得到伸张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感谢刘老师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精神说法 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节目 明天见